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日本出品的C机电影《船长哈洛克》 该片根据松本林式原作漫画《宇宙海盗船长哈洛克》改编而成 但又在原作基础上加入了新鲜的原创内容 重构出一幅全新的架空世界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未来,人类科技已经到了能翱翔宇宙的地步 开拓了许多殖民行星 但随着时间流逝 由于无法与一星文明共存 人类文明不断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迫切渴望重回地球母亲的怀抱 然而,此时人类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亿 地球根本容纳不下 于是,为了争夺地球的居住权 各方势力展开了大规模战争 导致血流成河,失衡遍野 为了终止这场战争 一个叫盖亚联邦委员会的统治机构诞生了 他们将地球封印了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从此以后,人类与母亲彻底斩断了联系 但多年以后 一个高举叛齐反抗联邦政府的男人出现了 他叫哈洛克 传说与暗物质融合后 拥有不死身躯 而他的海盗船迪亚号 使用暗物质作为燃料 拥有无限动力 还能自我修复 堪称宇宙最强战舰 一天,迪亚号降落在一个殖民行星上 小伙子亚马以自由为口号 顺利成为了哈洛克的一名手下 而他刚加入 海盗们就袭击了联邦舰队 在强大的火力和护甲下 联邦舰队就像豆腐一样 被撞击得四分五裂 而当靠近之后 海盗们又进行了白刃战 联邦士兵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 这时,亚马被一名联邦士兵抓捡 他任由对方在眼睛上 直入视网摩探测器 原来,亚马是联邦政府的间谍 他的哥哥正是联邦舰队的指挥官 伊索拉 小时候,因为不小心引发了一场爆炸 导致哥哥被炸伤了腿 从此只能依靠轮椅生活 而因为哥哥需要一个卧底 他便挺身而出 亚马此次的任务就是刺杀哈洛克 并找到不久前 失踪的100颗次元振动弹 袭击行动结束后 哈洛克命令立即启动暗物质引擎 进入空间跳跃模式 一刹大功夫 迪亚号就来到了哥伦姆星系的托卡加星球 因为表现不错 亚马被安排和有机营去执行任务 原来,他们利用视觉伪装技术 将所有次元振动弹就放在这里 两人取下一颗后 立即来到了托卡加星球上 而亚马也从有机营的口中得知 他们已经将98颗次元振动弹 放在了宇宙的各个星球上 到时候一同引爆 就能解开十字节来操控时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人类文明 正在逐渐衰退走向灭亡 而如果让时间回到人类 还居住在地球上的时候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剧烈晃动 原来,他们正处在一只巨甲虫的背上 亚马将有机营救起来后 自己则滴入了充满岩浆的深渊 千军一发之际 船长哈洛克挺身而出 将亚马救回了飞船 随着99个次元振动弹安装完成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颗 哈洛克告诉所有人 这最后一颗将安装在地球 也就是人类的故乡 另一边 伊索拉也侦查到了迪亚号的位置 于是率领36000艘战舰 将迪亚号团团包围 然而,当下达进攻的命令后 才发现眼前只是全息投影 当攻击波穿过投影后 反而让联邦舰队损失惨重 很快,伊索拉侦查到迪亚号在土星附近 于是,又率队来到了那片区域 这一次,伊索拉启动了威力巨大的万华星武器系统 然而,当攻击完成后 却发现还是迪亚号的全息投影 而真正的迪亚号隐藏在陨石中 趁其不备攻击了联邦舰队 由于来不及调整战术 联邦舰队全军覆没 伊索拉还被当作俘虏抓了起来 随后,比亚号一刻也没有停息 马上来到了地球外太空 然而,当靠近之后 一个隐藏了百年的真相揭开了 地球外表居然是一层全息投影 而真正的地球是一副千疮百孔的恐怖景象 原来,在一百年前 盖亚联邦委员会的确终止了战争 他们打造了四艘搭载暗物质引擎的超级舰队 负责地球的警备工作 防止任何人进入地球 而这支超级舰队的指挥官就是哈洛克 可有一天,他发现联邦政府的高层 利用特权偷偷移居到地球上面 当哈洛克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谎言和背叛后 他发起了反击 将其他三艘超级战舰击落 但他也身受重伤 无奈之下,他命令手下明媚 打开了暗物质装置 将暗物质全部倾泄到地球上 他的本意是要给地球套上一层防护罩 形成一种隔离带 以后谁也进不去了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 由于操作失误 暗物质吞噬了地球 变成了一颗死星 而哈洛克已不小心沾上了暗物质 承误了一具不死之躯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所以才偷取次元振动弹 来打开十之节 到时候只要能操控时间 就能穿越回过去 从而阻止所有的一切 而联邦政府为了掩盖这起丑陋事件 于是制造了全息投影 但伊索拉告诉亚马 哈洛克并不是想回到过去 十之节理论根本不是扭转时间 而是炸毁整个宇宙 这就像当棋局陷入死局后 一切推倒重来 让宇宙重新孕育生命 果不其然 哈洛克声称 人类只不过是宇宙历史中 一瞬闪光罢了 而自己只不过是提前了而已 亚马本来之前很认同 哈洛克的川运论 让一切都回到那个美好的年代 然而当得知真相后 他选择站在联邦政府这边 于是偷偷放出了所有俘虏 然后将哈洛克和手下全部抓住 联邦政府随即对这些海盗进行了审判 并判决在数日后执行死刑 随后亚马独自乘坐飞船来到了地球表面 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一株植物 他立即回到迪亚号 放出了所有海盗 然后找到了哈洛克 他将那株在地球上采摘的花朵拿了出来 这就说明地球正在渐渐自我修复 他正在孕育着一份希望 于是两人联手起来 重新夺回了迪亚号的控制权 他们不顾一切的摧毁了维持地球全新影像的机器 让全宇宙都看到了地球的真面目 而亚马则通过广播告诉所有人类 地球即使这副模样也能孕育新生 而人类也应该满怀希望 一切向前看 眼看自己的丑陋罪行被揭穿 联邦高层十分愤怒 当即决定挤出大杀气 母星光束炮 虽然能干掉迪亚号 但迪亚号身后的地球也会被摧毁 委员长声称 地球都这样了 有和没有还有什么区别 伊索拉虽然极力阻止 但委员长根本不听 一心只想告诉哈洛克 果不其然 木星光束炮 仅仅只是开炮前的校准 就摧毁了一颗行星 就在再次攻击时 哈洛克命令 启用船上的所有暗物质 从而极大的提升了迪亚号护甲能力 勉强承受住了攻击 而由于迪亚号刚刚改变了航线 偏离了地球轨道 所以光束炮只是擦着地球而过 并没有被击中 战争结束后 哈洛克让亚马接替自己 成为了迪亚号新的接班人 并且还将启动 次元振动弹的按钮 交给了亚马 如果地球恢复重生后 如果再有人类犯下 不可饶恕的错误 就按下这个按钮 影片的最后 亚马成为了新的哈洛克船长 他带着一份希望 驾驶着迪亚号 飞向了宇宙深处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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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华